大家好,我是杨耀东,来自北京大学 非常感谢TechBeat今年能再次邀请做系列报告 今天我的topic是一个合作博弈的通用求解框架 首先以阿兰图林1947年的这一段话作为开场 他说如果一个机器从来不会犯错 那他一定不是聪明的 事实上有许多数学的定理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么一件事情 比如机器学习中经典的No Free Launch Serum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是 如果一个机器会犯错 那这个智能的这个过程以及有多少智能 是可以从犯错的经验中被人们所归纳总结 那这个我相信是许多座强化学习 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从业人员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那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或者说 博弈 学习中的博弈相比于传统的优化问题 它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在于 如果你把传统的优化问题看作是这幅图的这个左边 你有一个固定的Loss Function 你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数据 你想在这些数据上寻找一个模型 从而能让你的Loss Function值最小化 你通过不同的这个优化算法 最后达到这个T度等于0的这个状态 那相比于在一个固定的损失函数界面上进行寻优的这么一个过程 多智能体学习就考虑的是一个不一样维度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不仅在环境中需要考虑你自己的最优决策 你还要考虑你的对手你的队友 对于你的最优决策的一个反馈 就好比你在玩剪刀石头布 你不可能说我永远玩石头剪刀或者布 而不考虑你对手当前的这个策略 相反你会去努力的优化一个 随着对手行为改变而改变的这么一个Loss Landscape 那这样子的一个优化问题就区别于传统的这个优化问题 也带来了着实的挑战 那合作博弈问题呢 其实在大自然中有非常常见的应用以及现象 比如说鱼群 比如说这个捕猎 又比如说人类操纵机械操纵中的这个无人机风群 以及不同的这个robot之间的这个cooperation 那可能更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 经常会碰到需要合作的这种场景 比方说在新机争霸里面 我们经常需要控制一些兵去打败我们的这个对手 那此时从对从己方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解决的就是一个合作博弈的问题 比如你要控制十个兵打败对手十个兵 那这十个兵之间怎么能产生有效的这个合作 怎么能产生一定的这个微操 这个就是这个合作博弈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多智能体强化学习这个问题 做一个严格的数学表征的话 那一般我们会用一个随机博弈这么一个problem formulation来描述这个事 那一个随机博弈的话相比于传统的马可夫决策过程 它无非就是多了多个智能体 因此它的这个action space和这个reward function 会从一个变到N个 然后你的这个概率转移函数 以及你的reward function 都会因为多智能体的存在 而变得和所有智能体相关 那这个随机博弈的描述 当N等于1的时候就回归到了我们熟悉的MDP 或者是当这个状态数等于1的时候 就回归到了经典博弈论里面的这个normal form game 那回想第二页slides我们秀的 因为多智能体学习问题 它处理的是一个你的loss landscape 会经常改变的这么一个优化问题 所以你在定义你的优化objective的时候 你必须考虑所有智能体的这个策略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这个value function和q function 相比于单智能体的MDP 我需要从pi i变到这里joint pi 也就是这里标红的这个部分 因为每个智能体它的这个reward 以及环境的转移 是取决于所有智能体的joint policy 那相应的 你在做这个q函数迭代的时候 每个智能体就不能只估自己去做一个q learning的update 比如说我这里take一个max 而是说我应该衡量当前所有智能体的行为 把大家的这个q value全部拿来 然后再做一个策略评估 比方说我们这一边的话 就会以evaluation这个operator做一个notation 然后对应的这个最优的这个策略呢 就相当于是把所有这个智能体的这个q函数拿来 我take一个solution 那这个evaluation和这个solution 根据我所处博弈关系的不同 可以被写成如下三种形式 当处在一个合作博弈的这个情况下 那自然就是大家都会朝着同一个reward的方向增大 那大家都是take一个max的这个过程 因为你知道你的这个队友一定会和你进行协作 所以你可以简单的认为 你只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policy 同时别人也会帮助你 所以这个evaluation就是一个max 这个solve就是一个maxmax的过程 那相应呢 如果在一个春林和博弈的过程里面 因为你知道你的对手一定是和你处于完全的对手 对方 他会minimize你的reward 同时你再maximize你的reward的时候 那这里的evaluation和这个solve 就是一个max mean的过程 那通常情况下呢 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时候 你可能就需要计算一些普世的纳士均衡点 也就是说当所有的智能体都达到他们的最优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成熟个纳士均衡 所以你的evaluation和你的这个solution 就以纳士均衡所代替 那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 是在于本身纳士均衡是非常难以计算 这个难度呢 其实是在很久以前 被北京大学的邓老师已经证明 就是2player的这个nash呢 它是PPAD的这个复杂度的 也就是说除非你能证明p等于np 大概率它是不存在polynomial time的这个解法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两个player的这个纳士已经是非常复杂的 如果我们处理更多现实情况 那多于两个智能体的时候 怎么计算纳士均衡呢 至今也是一个open的question 那你可能说我们能不能用一些逼近的算法 或者是一些t度的方法 我们来求解纳士均衡 那目前最好的逼近的这个算法 是可以把eption降到0.3393 其实最近的一个非常新的工作 可能就在上个月是证明了 它可以降到0.33 但是你同时也能看到这个eption 还是非常的大 那纳士均衡的话 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方说纳士均衡的这个选择问题 纳士均衡的这个基本假设问题 比方说纳士均衡假设 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 但是很多现实情况中 它可能不一定是理性的 那对于这种情况如何进行多智能体学习的一个描述 那此外除了计算纳士均衡比较复杂 计算纳士均衡相关的所有的一些计算属性都是比较复杂的 比方说计算纳士均衡的个数 这个计算纳士均衡是不是唯一 计算某单方面是不是已经在这个达到了纳士均衡 或者是计算某一个action是不是在纳士均衡的这个 概率分布中 这些都是NPHUD的 那这一些还都是normal form game 当你有多个state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formulation stochastic game的话呢 那个复杂度就会更高 比如在一个随机博弈里面 你检测一个纯策略纳士均衡是否存在 已经是PSPHUD 那回到多智能体强化学习这个问题来 我们可能第一个想问的问题是 对于多智能体强化学习 计算纳士均衡会不会更加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对于两个player的normal form game 就是这种两个player的矩阵博弈 它是PPAD HUD 那一个随机博弈如右上角所示 它会涉及到多个不同state之间的这个转移 并且每个转移相当于你都要求一别纳士均衡 那你如果要算一个基于value function的纳士均衡 我们叫mark of perfect equilibrium 定义就是说对于所有state 对于所有player 对于所有可能潜在的这个policy 我的这个agent i的这个value function 都是我所有潜在可能存在的policy里最优 然后是against pi-i 如果对于所有player这个都成立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个pi-i 它是一种随机博弈中的纳士均衡 也就是这个npe 那这个npe它的计算复杂度直观上来讲 应该是要比计算这个矩阵博弈要复杂的多 但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其实最近的一个工作也是证明了 在随机博弈中计算这个mark of perfect equilibrium 它也是PPAD completed的 也就是说它虽然还是很难 但是它的难度呢 并没有超出PPAD的这个完备的这个class 但是呢不幸的是 这也意味着除非p等元p大概率是不存在这个p time solution 所以就是总结上来讲的话 多智能体强化学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问题 我们能知道解法的这个情况还是非常的这个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一讲想要聚焦在合作类的这个博弈 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博弈的这个球解的属性往外看的话 比方说是解决两个player的general sum game已经是PPAD hard 三个player的zero sum game也是PPAD hard 然后如果是球解 我们平时球解比较多的这种deck pomdp的话 它是non-exponential time hard 就更加的复杂 也就正如红圈所示 我们能知道有p time solution 可能就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纯合作博弈 一种是纯零合博弈 就是为什么这一讲想要focus在这个纯合作博弈 那其实在零合博弈上去上一个talk 他在也是在江门社区进行了一个系列的一个分析 是面向的是一个通用零合博弈的一个球解框架 那个时候我是主要是在华为研究一些这方面的这个工作 希望大家对零合博弈感兴趣 可以点开这个talk 行那我们就讲回这个合作博弈 合作博弈的话其实基于刚才随机博弈的problem formulation 我们能只需要加一条condition 我们就能从一个最general的case回到合作博弈 那就是所有人的reward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假设我有n个agent 那就是每个时刻一到n个agent 大家的reward都是一样的 它是个team game 那一个自然的想法是说对于这种合作博弈的球解 我是否可以用一个单智能体的续航学习算法 比方说我就是用传统的这个qlearning 然后呢我把这个global state和每个人的action都放到我的这个q表里面 然后我这个qI这个大q表呢我就用传统的dqn 或者并且配上这个td error去学习 那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这样做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做的一个重大的缺点是 它并不可被分布式执行 因为你智能体随着智能体数量的这个增多你的q表 是这个指数被爆炸 假设你有五个agent 每个agent有十个action的话 你q表可被列举的这个参数 就是你的行就是十的五次方这么多 那你其实很多时候想用强化学习算法的一个优势 是因为这个强化学习算法是可被分布式执行的 所以你其实是想要有一个办法 能让你去学一个分布式的这个policy 从而呢能让智能体从各自角度出发 只完成自己的这个action 但是呢全局wise它还是能很完美的这个完成这个合作博弈 那一个经典的思想在这一个q值分解上的一个思想 同时又叫这个中心化训练去中心化执行的一个思想 就是利用了以下一个红框内的这个假设 又叫individual global max的这个condition 它是一个假设 它是假设如果我的这个q total 基于这个joint state和joint action的这个q total 如果可以被分解成每个agent自己的q表 并且我保证joint action的这个max上等于每个agent individual上的max的一个集合 那我就可以让啊 joint里学会的这个q表分布式执行 因为如果这个等式成立的话 意味着每个agent只需要管好自己的q表 并且找一个最大的action ai 让自己的q最大那joint ai就能被recover 那你训练的时候呢 你还是把这个q total当作是一个single agent 然后你做td error的这个叠代 那然后你就能有一个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一个直函数分解方法 那这个方法呢 其实也是啊近期非常火的一个方法 由这个方法呢 催生出了很多系列的结论 比方说这个value decomposition network就具体使用了一个qtotal等于qi相加的一个实现的方法 qmix的话就是具体实现了一个qtotal跟qa是满足单调性关系的这么一个实现的方法 qdpp的话就更多的是实现了一个qtotal等于qi每个智能体的索取q值的一个行列式值的这么一个方法 又或者是qplex他把这个红框的假设放到了advantage function上 但是呢这个individual global max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并不能涵盖所有可能存在的合作博弈 其实你直观上理解的话 你非常轻易的能举出一个反例 能让上锁红框并不成立 对吧因为你qtotal要等于individual qi的一个前提是 这个team game智能体的合作的这个关系要能被解藕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轻易的构造一个反例 假设你有两个智能体 每个智能体都能采集一个负十到十的一个数 那然后呢你的任务就是要让这两个智能体产生合作 从而能让这个合作博弈它的reward最大 那这个合作博弈的reward就定义成两个agent action的基 那对于这个博弈的话 其实你也能看出最好的情况是 要么两个agent去复识 要么两个agent去证实 那这个情况下就意味着两个智能体 它的合作关系是无法被轻易解藕 一个智能体必须知道另外一个智能体当前的这个action 从而能让它更好的合作 那在这个反例下 如果两个智能体当前的这个policy的这个min方 这个均值一个是1一个是负1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计算 然后你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推导 你能发现呢 这个Q joint max不等于individual Q max 因为对于负十的那个人来说 他会认为他的对手也会去负十 对于十的那个人来说 他会认为他的对手会去十 但是实际并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A的joint individual joint 并不等于这个A total的这个joint 所以呢 刚才那个红框就不成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直函数分解的方法 来求解上述合作博弈问题的话 我们可能会fail 那你可能会说这个直函数这个方法 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前华学习所有可能解决方案中的所有的这个故事 我们还有这个策略梯度法 那这个策略梯度法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假设我可以直接把我的这个policy用一个参数形式化的参数化把它表整 假设是个neural network 然后呢我就让这个派他的这个参数去更新 朝着Q变大的方向去更新 因为Q代表着啊 cumulative reward 从这一刻时刻开始 未来的reward的一个求和 那整个策略梯度的这个serum 就是说我想要更新我的啊 策略这个参数 从而能朝着啊 能增大 expected reward 这个方向进行改变 那当然你这个Q函数能替换成其他的一些形式 比方说可以替换成这个A函数 也可以啊 这个替换成一个V函数 这个是啊 取决于这个不同的这个算法 那相比于多只单智能体策略梯度 多智能体策略梯度的话 因为你环境中存在多个智能体 你如果想要产生很高效的合作的话 你必须每个智能体去考虑别的智能体的这个action 就回到刚才那个复时和时的这个例子 所以你的这个Q表里面呢 虽然你只更新自己的这个policy parameter theta 但是你必须要知道别的agent take the action 从而能帮助你抉择当下 我应该take哪个action 才能让我有更好的合作的这么一个情势 所以我们就有了啊 多智能体的这个策略梯度法啊 也就是这个中心化训练区中心化执行的这个策略梯度法 那相比于单智能体的话 无非就是把at-i给加到了这个qq值里面去 但是这样做呢 又会产生两个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q表 因为你考虑了别人的这个action 它会带来一个credit assignment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q值变大了 对于智能体ai来说它将会很混淆 这q值变大是因为ai它本身做对了一个决策 还是因为a-i 也就是除了ai以外的这些智能体 它在做随机的探索 以至于因为运气好 这个q值变大了 也就是说这个q变大的原因并不清晰 也就是这个credit具体应该assign到哪个agent上 并不是很明确 reward即便增大了 你也不知道增大背后的原因 世界上它并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解误这件事情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因为当你考虑环境中多个智能体同时在做决策 同时在learning的时候 有一个huge variance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去计算这个gdi和gci它们分别的这个variance 我能发现它们两个的这个variance是被这一项给upperbund住的 那这一项呢又和两个子项有关 一个是智能体的这个个数n 还有一个是y 代表着其他智能体所在探索的这个程度 那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直观的这个理解 随着你智能体数量的这个增多 以及其他智能体在探索的程度的这个增高 那环境对于你这个策略梯度的这个估计 就是会有非常大的这个方差 那这个方差是会随着n和y 乘一个正比的这个增长这个关系 那你可能会说这个大的这个variance 并不是什么太大的这个问题 我们在单智能体里也碰到 解决方案就是我们可以减去一个baseline 也就是减去一种特殊的这个value function 减去这个baseline的这个好处 其实在单智能体里面我们也已经见过 我们在能保证这个baseline是一个无偏估计 减去这个b以后 还是能够作为一个策略梯度法的无偏估计的情况下 能降低这个策略梯度的方差 那同样的idea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放到多智能体里面去呢 其实是可以啊 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这里也减去一个b 但是非常树意小心的是 因为我们是多个智能体 所以这个b里面不仅有state还有ai 还有afi 事实上一个经典的这个多智能体策略梯度 这个方法叫comma counterfactual 这个baseline的这么一个方法 它就是把这个b设定成q-i safi 也就意味着我每次需要把我自己take的这个action 所导致的我的对手产生的q值的变化都考虑进去 并且把它当作一个平均值减掉 那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降低我的variance 那其实呢你如果这样做的话 你的variance的确是能减少 但是还是会被这一项给upperbund的数 也就是说别人的这个探索e p-noi 这一项还是会影响你测流体度的估计 尽管呢这里和智能体数量有关的那一项 那个n不再体现 但是还是会有large variance的问题 那往下走你可能能问一个问题是说 我们能不能制造一个b心 从而能让这个variance彻底最小化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把这个variance 做一步优化 我们找到一个b心能让这个gcb能够最小化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baseline 就是关于b这一项的variance 进行一个展开我们发现这个variance和三项有关 一项是这个和state有关也就是和环境有关 一项呢是和其他智能体的action有关 一项呢是和当前智能体的action有关 那state和别的智能体你其实都没有办法直接去影响它们 你只能改变自己 所以我们只要优化第三项的这个variance 我们就能推出一个所谓的optimal baseline 也就是最优的基线 那这个最优的基线的一个好处是 我能保证这个gcb 它是符合最小方差特性的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最优的这个基线 就是对于你自己策略梯度 在q值上的一个加权平均 然后你再normalize一下 那怎么用这个最优基线呢 就是你把它plugin到这个q 然后你这个用这个q减去这个最优基线 然后你就用传统的policy gradient 这个迭代方法进行更新 那这边呢是一个例子 我们分别在这个optimal baseline 在一些toy example 也就是这个可以用手算的这个例子上 以及smack和这个multi agent mojoku 机器人控制的这个问题上进行了这个测试 在这个toy example上 你经过简单的手算 你能发现这个variance要比不用这个baseline 或者比其他经典的optimal baseline 像comma要小很多 那然后在星际和multi agent mojoku 这个例子上 你能明显发现用了optimal baseline 这个黄线 它的训练的这个不稳定性是显著降低的 并且它的这个variance也是显著降低的 这个同时在星际争霸和multi agent mojoku 上是hold的 那回顾我们sofar讲的这个多智能体合作博弈的一些算法 第一个我们讲了 如果我们用单智能体的方法 把所有智能体的这个action通通囊入进来 然后用单智能体算法去解决多智能体的算法的问题 这样做是合规的 但是呢它碰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分布式执行 也就是说它会受到维数爆炸的这个困扰 那自然而然呢 你想的一个办法是说能不能把这个 这个join的q表给它拆了 拆成不同的小q 那这样它就能分布式执行了 但是这样的话 你会被迫的需要做出一个红框内的这个假设 也就是这个igm的这个条件假设 那我们也showcase的一个反例 这个红框其实并不成立 这个红框成立的条件和所有可能存在的 纯合作博弈其实并不match 那第三个是这个策略梯度的这个方法 我们主要看了啊 有这个credit assignment的问题 以及variance的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可以用一些optimal baseline的这个方法 但是策略梯度法呢 它还是会受到这样的这个困扰 那第四个方法 其实也是刚才没有讲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可以更naive的假设 所有agent的这个policy是一样的 也就是大家share一个policy parameter 那虽然这个方法比较naive 但的确是现在很多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算法的一个 一个默认的一个setting 但是因为大家share policy parameter 其实你很容易想到一些反例 因为大家的这个policy完全一样 也就是你其实在多智能体探索的这个层面 会做的非常的这个差 你可以举出一个反例 比如说说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举的一个反例就是说 因为你share policy parameter 你的reward 会因为智能体数量的增多 而指数倍的变差 比方说这个合作博弈的问题就是 大家只能去两个数0到1 然后呢只有两种情况下它的reward是1 然后剩下的情况它的reward都是0 那什么时候是reward是1呢 就是其中有一半的这个agent选1 另外一半的agent选0 只有这两种情况 要么01要么10 它的global reward才是1 剩下都是0 那对于这种情况的话 因为你share policy parameter 你其实是很难去有效的探索到这两个reward 是1的这种scenario 并且因为你policy parameter一样 会导致你智能体数量越多 你的reward越差 所以纵观以上四种合作博弈的这个求解方法 貌似各类方法都有自己的问题 那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以上四种问题都避免 答案其实是有的 那这个就是要回到单智能体强化学习的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说这个trust region method 也就是这个置信域的这个更新方法 那置信域的这个更新方法 那置信域的这个更新方法 TRPO或者是PPO 它在这个单智能体强化学习里面 已经是非常通用的这个算法 那我认为呢它最伟大的一个贡献 还是源自于这一条我们叫performance difference bound 的这么一条定理 它的等号 左边讲的是假设 我有一个现在的policy派 然后呢我有一个新的policy派 那我如何能去衡量新policy的派和当前policy的的performance之间的这个差别 所以它这个叫performance difference bound 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推导 j派的话是说s0 s0符合initial distribution 然后你把这个v派给它算进去 然后你可以进一步进行一些展开 然后你进行一些简单的这个这个推导 你会发现这个performance的这个difference 可以写成关于当前派函数的一个advantage function 但是呢你的这个state和你这个action 必须是从新的policy里面进行采样 这个也能理解就是我把新的policy的这个state action的平稳分布 放到当前policy的advantage function里面 因为advantage function的属性本身就是q-v 对吧所以你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这一项可以去measure 这个performance difference 那进一步的呢trpo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贡献呢 是说对于这个performance difference bound 我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简化 进行了很有效的approximation 也就是说设计了一个我们叫surrogate loss 它可以让这个state和action不从新policy当中采样 而从旧policy当中采样 当然了你还得符合一些其他的这个条件 那我们比较这个objective和这个surrogate loss 这个surrogate loss给就提供了一个非常nice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对于我新的任何一个policy 我在并不需要达到它的情况下 我就能大概知道它的performance 因为你在做策略优化的时候 你总有一个寄生蛋单身机的问题 你想找到一个新的policy派拔 从而能让它的reward更高 但是你在没有达到派拔之前 你是不知道它的reward 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寄生蛋单身机的问题 但是这个surrogate loss的构建 就巧妙的能让人知道 即便我没有达到派拔 我还是能知道你这个派拔的这个reward 大概是多少 但是again它是一个surrogate 也就是它不是full story 那full story是什么呢 full story就是trpo其实证明了 这个jpi是被这一项给lowerbund住的 也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一个surrogate loss 减去一个care divergence 让这两个之间的这个policy不要差的太远 那基于这一条serum的话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推导出一个单调递增性的一个保证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次迭代的时候 就优化这个红框里的这个objective 也就是这个loss surrogate loss减去一个care divergence 那我能保证你的这个新pi jpi k加1一定是等于jpi 一定是大于等于jpi 这个其实证明也非常简单 因为你这个surrogate loss 相当于是说在原来的loss function上 在pi theta这个点它其实是一个切线 所以如果你这个pi什么都不干的话 它这里是个等号 那你再把等号的这个情况 再和大于等于这个情况给一减 那一定能证明jpi bar减去jpi 是大于等于0 那也就是jpi k加1会大于等于jpi k 那这个 这个 几何上的这个意义就是 假设我有一个 原来的这个loss function jpi bar 然后呢 我定义一个surrogate loss 也就是这个绿线 那在这个 在这个切线的这个theta点 我能知道 它们的这个一些导数是相等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证明的 这个theta就是当前的policy的这个parameter 那我这个surrogate loss function 就是这个红框里的一个表述 就是这条蓝线 也就是说我朝着蓝线走 比方说这个蓝线目前在thetao 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朝着蓝线走 最大的是这个点 那这个点对应的jpi bar 是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肯定是比theta要好的 这个就是它这条单调低增性的 保证的一个 一个几何的解释 那另外一个几何解释 是从这个红框来看的话 它其实保证了两个特性 第一是我要让我的surrogate loss 要尽量的大 第二的话 我要保证我pi和pi bar的kl divergence 要尽量的小 这就好比你在爬山 你希望你的这个policy 能不停的往前更新迭代的时候 不要快速的走一个很大的步幅 从此摔下山崖 然后你这个policy loss就一直很差 但是呢你可以做一个一小步的更新 同时呢你保证更新的新一步 比旧一步 效果要好 那你这样即便步幅走的很小 你也慢慢能走到山底 那这个是另外一种这个 这个洪框你的这个解释 所以对于trpo方法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loss就是去更新 找到一个新的这个pi k 能让等式右边 take一个max的值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如果你都根据这个update 去新更新的话 它会有个单调低增性的这个保证 那这个constraints 你能进一步写成一个 sorry sorry这个penalty呢 你能进一步写成一个constraints 也就是有了我们公式三这个情况 你在优化你的这个soregate loss的时候 保证这两个policy 新policy和旧policy之间的 这个KL divergence 要小于一个固定的法值 也就是啊 这个objective 然后对于这个objective的话 你能进一步用自然梯度法 进行一些简化 比如你可以对soregate loss 作为一个一阶态力展开 对KL divergence 做二阶态力展开 你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推导 你最后能推出 这个自然梯度的这个更新迭代的这个方式 那其中呢 g就是这个gradient policy gradient 然后h呢 是policy parameter的一个hessian function 你可以把 除了g以外的整一项 看作是一些特殊的learning rate的一个构建方法 就像牛顿法一样 所以这个是快速的recap trpo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的一个想法是说 既然trpo有那么好的特性 它能保证你单调递增性 那是不是如果我能在多智能体 这个合作博弈的环境下 我如果能有一种算法保证 我agent的这个joint policy 每一步都在变好 并且前提是我每个agent 只管好我自己的前提下 jointly 它还能每步都在变好的话 那我是不是其实就能有效的求解了这个合作博弈的问题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ICR去年的一个工作 叫Trust Region Policy Optimization in MARL 那这也是第一个成功将trpo的这个方法用于MARL的这么一个方法 也是第一个真正具有单调递增性保证的 MATRPO的这个方法 那核心的一个洞见呢 是我们需要构造一个特殊的 我们叫多智能体state action value function 那这个和传统的Q函数 Q function相比呢 它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说传统的Q函数是 我得把所有agent的这个action都放在这 而我们构造的这个multi agent的state action value function 是说我们就关心里面 第1到第m个agent 对于剩下我不关心的那些agent的这个action呢 我就take一个expectation把它积分给积了 也就是说这个多智能体Q函数 它可以允许你就关注所有智能体某 所有智能体序列中的一个subgroup 假使我有6个agent 我只关注里面的246智能体形成的这个Q值 那135对应的这个action 我就从他们的这个policy里面做积分给它积掉 那剩下的就是246三个智能体 这个subgroup形成的一个Q值 那有了这个Q值以后呢 我就能进一步的定义这个A函数 那again A函数原始的定义是Q减去一个V 并且那个V呢是指和state有关的 那因为但是我们这里是多智能体 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减去的这个V 同样还和一些agent有关 然后你就能定义DI到DM个agent这个A函数 其中D1到DK个是你不关心的 所以你就是把整体的这个Q函数拿来 减去D1到DK个subgroup的这个Q函数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更广义的多智能体的一个A函数 因为A本身就是Q减秘嘛 只是说你这边又多考虑了一个A I J到K 那同样的是 J的D到DK个agent 和I的D到DM个agent 它必须是一个disjoint set 也就是说他们是他们拼起来要等于全几 那有了这么一个A函数以后 我们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引力 也就是这个叫Advantage Decomposition Lemma 其实这个推导异常的简单 这个推导一旦你定义好了这个A函数以后 你就可以用三步 你就能推导出这个joint的这个A函数 等于每个智能体的这个local的A函数的一个求和 但是呢 这个求和你可能得符合一些具体的规律 也就叫Sequential Rule Out的这个规律 具体来说 我给大家一个例子 这边A函数说的是所有智能体的这个joint A函数 也就是这个等号左边的 变到这个2Agent的例子里面就是A,E,R,S 第一个Agent的Action和第二个Agent的Action 那它等于两个A函数相加 然后这两个A函数呢 它是每一个智能体自己的A函数里面 必须包括前面所有智能体的Action 也就是说第一个智能体 因为它是第一个智能体 所以它只包括自己 然后第二个智能体 它这个A函数在求和的时候 需要把第一个智能体的Action给放进来 然后再take第二个智能体的这个Action 也就是说A,E,R,S,A,E,A,R等于A,E,S,A,E 加上A,R,S,A,E,A,R 然后你再往下加 比如说你有第三个智能体的话 那就是A,E,R,3等于A,E 加上A,E,A,R,加上A,E,R,3 但是在算第三个智能体的时候 你需要把前两个智能体take的Action告诉它 那也就是这个红框里的这个条件呢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基于Q函数的直分解定理 看似有些相像 但其实完全不同 因为这个红框的这个条件呢 它是天然成立 并不需要任意的假设 并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天然假设 而主动在合作博弈内就成立 但是刚才那个红框呢 它是一种人为的这个假设 那基于这个红框呢 我们可以设计出很多很有意思的这个算法 因为回到我们想要做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一个初衷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找到一种算法 能保证我的智能体的Joint Policy每一个Iteration都在变好 也就是说我的JointPi 我下一个step要比这个step好 下下一个step要比下一个step好 那怎么去做这个事呢 其实有了这条定理 定理我们就很容易做 因为我们知道JointA等于每一个localA加起来 那是不是我只要让每个localA都大于0 那JointA就大于0 那JointA大于0意味着我policy在变好 对吧 那其实直观上来讲算法就很简单 我首先让第一个智能体take一个action 让它自己的A函数变大 然后我把他take的action告诉第二个智能体 让第二个智能体take一个action 让A2SAAR变大 然后第一第二个智能体告诉第三个智能体 让第三个智能体的A函数变大 然后长此以往直到最后一个智能体 如果每个智能体的AI都大于0 那他们相加又大于0 那他们相加大于0 它叫Joint Policy就在变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个intuition放回TRPO的这个story 只是说我们在定义这个surrogate loss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把原来的那个reward function 给换成这里的一个local advantage 并且呢我们刚才看到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洪框等号 右边的那个objective 其实只需要把这个surrogate 再加上一个kodivergence 但是这边的一个好处 是这个kodivergence 只需要和DI个agent有关 因为每个智能体 它其实只需要管理好自己的AI 以及自己的pi 那因为直函数分解引力 那他们加起来 Joint的pi是会变好的 那一个重要的一个算法 就可以基于这个intuition给它推导出来 就是说我每一步的时候 我都更新DI个智能体的pi such that 这个红框是被argonxed 那这个红框里有L的部分 也就是它自己的local advantage 然后还有个kodivergence 我得保证 我的这个policy和上一个时刻 我自己的policy差的不是很远 然后你就可以像传统的TRPO和PPO算法一样 进行一个自然梯度法的一个进一步的推导 或者你直接用这个clip的这个方法 从来可以避免hessian的这个计算 这里就不复杂展开 那这一系列的这个操作 最后能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property 就是你只要follow这个algorithm1 只要保证每个timestep 你管好你自己的AI 你管好你自己的local advantage 那我能保证jointly 你这个pi jointπk加1 要比πk 它的reward就是要高 这个monotonic improvement 我们就成功的从单智能体强化学习 迁移到了多智能体强化学习 那然后我们其实还发现了一条 比较有因子的盈利 这个是和这个计算有关 因为我们其实刚才的那个算法 需要每个智能体都把自己的AI给管好 那你在设计实现的时候 你可能每一个智能体都要去maintain一个自己的AI 并且这个AI还是变长的 对吧 我们需要有个sequential route的这个过程 第一个智能体可能只管好它自己 第二个智能体就需要输入上一个智能体的action 你到最后一个智能体的话 它需要输入之前所有智能体的这个action 那每一个智能体去维护一个变长的advantage function 并不是我们喜欢乐见的 那么这一条proposition呢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 我可以告诉你 给复刻出来 给复刻出来这个值 那这个就是对于实现的一个非常友好的一条引力 也就是说你只需要存一个大的aπ 而不需要存每个会变长的local a 那讲了这么多这个算法这么复杂 具体能有一些什么应用 我们其实主要还是用于合作型机器人的一些场景 比如这个mojoko的这个例子 就是对于不同的机械的这个操作场景 进行一个联合控制 比方说一个蜘蛛四条腿 我一个智能体可以控制两条腿 也可以每个智能体控制一条腿 就看你的这个任务的这个定义 又或者是我控制两个机械臂 又或者是我控制我这个灵巧手 这个灵巧手一个手可能有二十几个关节 那两个手有五十几个关节 那两个灵巧手怎么能像人一样展现灵 这个灵巧操作 那右边这个图呢是我们的这个算法 在不同的motiage mojoko上的这个case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黄线 比其他的这个performance 一些经典的合作型博弈的这个基线 像MAPPO是要好非常非常多的 也是目前在连续控制问题上 合作型多智能体博弈的一个基线 另外一个我们做的是 一个最近的一个工作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是说我们发现其实在合作博弈 尤其是合作控制上 目前的合作的这个环境还不够复杂 比如大家目前来说试的比较多的 像这个星际争霸的场景 以及是mojoko的这个场景 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inductive bias 是说智能体之间share policy 也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些任务 看上去很有挑战 但是一旦智能体之间share policy以后 它的performance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多智能体合作类型的场景来说 并不是一个好的测试场景 所以我们就自己告到了一个场景 我们回想了一下 人其实在智能的体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就是手的灵巧操作 因为左手和右手的这个cooperation是非常精细度的 以及对于不同物体的这个操作上是非常灵巧 所以我们就构建了这么一个环境 我们叫bydexhands 这个我这个已经现在已经released 在bydexhands.ai上 我们构建了跟人的年龄相仿的不同级别的原子操作技能 也就是说我们去看了发展心理学的一些literature 我们去找到一个baby在不同的年龄段 所应该展现出的操纵的这个能力 我们把这些任务都由一到南 给他做了一个benchmark 然后定义了几十种任务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合作型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这个算法 能让ai通过合作强化学习的方法 也体现出人的一定程度的灵巧操作 我们也是取得了一些比较突破性的这个进展 用HATRPO 大家也能看到这个demo里面有非常多的非常酷炫的一些操作 比方说提锅开门抛球 用剪刀打开笔盖 这个其实都是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 然后基于这个HATRPO 我们能进一步问的一个问题是说 很多情况下 在做policy optimization的时候 我们不仅仅有每个智能体 需要考虑到它reward变大的方向 很多情况下 我们其实还要考虑到一个额外的cost function 也就是说 你maybe在完成这个合作任务的时候 你有一些安全约束 比如我双手在打开我的MacBook的时候 我必须保证我这个MacBook不打开超过180度 从而不损坏我的这个MacBook 那对于这种带有安全约束的 带有这种cost constraints问题的这个方法 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能通过一样的算法 能设计出来一系列的解决方案 从而能保证 我策略自己在单调提升它的reward的这个同时 还能保证安全约束 那具体来说这个数学上的话就是 我在maximize我reward的时候呢 我还有一个cost 也就是c 第i个agent的dj个cost 可以写成cj 然后呢你是希望它是小于一个预值 对吧 比方说我在打开我MacBook的时候 我要保证我的屏幕翻折度不超过180度 那这边就是小于180度 所以我原来的这个问题呢 就会变成我在maximize 我的advantage的时候 我还有subject to 我的这个cost 我是希望小于一个预值的 同时我还要满足的care divergence 那根据一样的值函数 优势函数分解定理 我们可以设计出来一个HATRPO with safety constraints 我们叫macpo的这么一个算法 他是说只要我保证 我这个智能体 根据我update的这个方向走一小步 我能同时保证monotonic improvement in reward and safety constraints的这个符合 那这个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是说 虽然这个teamwise 就是整个合作的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有一个安全的约束 但其实我并不需要globalwise 我去考虑这个事儿 我只需要保证每个智能体自己是安全的 那每个智能体自己是安全的 前提下通过优势函数分解引力 我就能保证globalwise他们是安全的 那这里就省掉了很多很多算法细节 但是这个算法也是 derive 从haterpo derive来的 也是基于优势函数分解引力 只不过这里就多加了一个safety constraints 并且有非常好的这个特性 那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算法呢 在multi agent mojoku上进行了这个测试 你能发现这个控制十条腿之珠的这个任务 当他的safety area是不能撞墙的时候 你用了macpo和不用macpo有明显的这个区别 反映到左边的这个图 大家能看到就是这个cost 随着训练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增加是很零 就基本上除了一开始探索的时候 会有一些额外的这个cost 到随着训练的这个进行的cost一直是零 也就体现了macpo的有效性 我们其实还试了一些其他的这个例子 比如其他的一些multi agent mojoku的例子 又比如这个把一个gore放到一个木框里去的话 你这个gore不能碰木框的这个边缘 对于这种非常精细的safe area的这个问题 怎么进行一个测试 这个是方便大家更加能理解safety constraints 的一个在meta drive里面的一个环境的一个 demo 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side walk 就是说我们在做safe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safe rl 尽管我们提了很很长时间了 但其实safe的诸多算法 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benchmark 即便对于单智能题来说 所以我们就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就自己做了一个safepo的这个benchmark 并且呢在这个性能提升上 花了很大精力进行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优化包括一些多线程的一些并行采样的一些优化 那我们也是搜集了20多种safe这个强化学习的这个算法 也是据我们所知最完全的一个safepo的一个benchmark 这个也是我们在完成这个project过程中非常欣喜的能看到能同时被高质量完成的一个任务 然后里面它操作的这个控制的这个元器件有球有车有飞机有多智能体的mojoko 然后它的这个各种safety area的这个constraints的任务也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设定 然后呢里面有不同的这个算法 我们也是把很多的这个算法在多种任务上做了benchmark 也是非常希望大家对safe感兴趣的可以去运用 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ongoing的一个work 领巧操作其实也离不开safety 对吧 又包括刚才讲的macbook的例子 又包括像我们在玩这个抽积木的这个例子里面是最好的一个safety的一个方案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当要抽积木的时候我想把最里面的一块积木抽出来 又不把整个积木堆搞塌的时候 那这个任务你怎么通过safety的这个方法去学会 又或者我想要拿五个瓶子里面的两个瓶子 但我又不能把其他三个瓶子碰到 或者说我想抛一个球 但是呢我只允许它从当中这个safety的通过而不能撞到墙 那对于这些safety的问题的话呢 都是可以通过多智能体合作的safety的这个方法 我们提了个idea叫safe的灵巧操作 safe dextrous manipulation 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safe的算法用于跑我们这些比较具有挑战性的这个任务上 然后我们其实说法讲了一个比较大的solution framework 就是HATRPO的这个solution framework 它的核心的观点是我们基于优势函数分解定理 然后去求解合作博弈的这个问题 然后把trpo的单调低增性保证成功移植到了多智能体上 并且有了安全性的这个保证 那其实最近一个比较火的framework 其实是说用transformer的这个方法来做强化学习 那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这个decision transformer和它的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一个实现就是这个getto 那这些方法的核心想法就是我有一些离线的这个数据 我把这些离线的数据呢 喂到这个transformer里面去 然后我基于reward state和过去的action的这个sequence我就输出下一个时刻我的action应该是什么 但是呢 这边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离线数据 这个对offline的这个这个问题的一个建模 它比较受限于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过程 虽然这个getto这个文章它是名字叫一个通用智能体是吧 a generous agent 但是这个通用性呢其实是questionable 因为毕竟你需要把这些任务都先求解一遍 然后用求解的policy采集一些高质量的数据 然后再喂到getto里面去 那如果你这个任务已经求解了 你还要用getto做什么 并且是如果我们回忆 或者是如果我们去打开真正需要做multitask rl 或者是meta rl的这些任务的话 我们能发现它所要的samples的这个数量 是轻易能超出10的十次方 而getto所收集的这些数量呢 是远远小于这个数目的 也就是说如一旦我们想把这些transformer base的这个大模型 放到online的场景去学多个任务的话 它其实是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这么多数据的采样的这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基于transformer的这个方法 它能在环境中online的跟环境进行交互 并且去学习如何更好的合作 在多智能体这个问题 那这个就是非常碰巧的是我们惊喜的发现 这个直函数分解引力和transformer里面的这个decoder 有一个天然的偶合的关系 transformer比如从机器翻译的这个任务里面来看 我们输入一句英语输出一句法语 但是它在输出法语的每个单词的时候 它是的确要看到so far我翻译的这句句子之前的这个单词 那这个其实和优势函数分解引力就长得非常的像 于是呢我们就找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 利用transformer的这个架构 天然的去表征我这个优势函数分解引力 那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工作叫multi agent transformer 也是当前性能效果非常好的一个多智能体合作博弈的算法 那它的一个架构其实就比较简单 它也是maintain了一个transformer的encoder decoder架构 它的encoder呢就是输入所有智能体的这个observation 然后输出每个智能体的这个value function 然后它这边进行的是一个value function的这个学习 然后呢它会把这个observation通过value function的这个loss进行一个encode 然后这个encode呢会让这个智能体基于这个encode的这个信息进行decode 也就是说输出每个智能体它所应该输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action 然后这个encoder的这个loss呢 你其实可以直接附用happo或者hatrpo 然后它的这个精髓again就是这个值函数 优势函数分解引力 每个智能体其实只需要管好自己的local advantage 然后jointly我能有单调地增性的保证 那然后因为这个transformer独特的decoder的这个设计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decoder正巧呢 就match了这个advantage decomposition的这么一个特性 那这个就是multi-agent transformer 然后multi-agent transformer的话主要有三个特性 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优势函数分解引力的这个存在 它可以把一个多智能体褒合性质的序列决策问题 拆解成一个linear time complexity的一个单智能体的问题 因为其实每个智能体只需要管好自己的advantage function 尽管前提是它得知道之前所有智能体 take the action 然后它会有单调地增性的保证 这个是继承于HATRPO、HAPPO 然后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的特性 就是它在训练的时候它可以并行化 这个和transformer的一些传统的特性是一致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读球、零桥手、控制、Mojoko、星际上都进行了测试 你能发现这个MAT是在这个superhard的这些地图上 比当前最强的这个MAPPO是好上10个点以上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试用我们这个MAT 如果你们有一些合作合意的这个问题 所以总结上来讲的话 其实sofar讲了很多的这个算法 从多智能体的策略梯度 Optimal baseline到HATRPO到HAPPO到MACPO到Multiagent Transformer 那看上去这些算法呢都非常的碎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unified的这个framework 把这些算法多多全部统一起来呢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talk的这个名字是一个合作博弈的通用求解框架 那答案是可以 这个其实是这个talk最最核心想要介绍的一个东西 那我也是希望把它放到最后 因为一开始上来直接介绍这些这个框架的话 大家可能会缺乏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么一个理解 那它的一个unified的这个框架呢 我们叫mirror learning 那首先我们再回到单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单智能体在policy optimization的这个角度 尽管有非常多的这个算法 Q learning, policy gradient, trust region, PPO, TRPO 这一系列的这个算法A3C, DDPG 万变不离其中 你其实都能写成一个generalizedpolicy iteration这个形式 也就是给定我当前的策略piode 我怎么去找到一个新pi 也就是我的pi bar 从而能让我的这个pi bar 在我piode上的这个Q值能够最大化 对吧 因为你piode是我当前所能达到最好的这个状态 那我基于这个piode怎么找到一个新的策略 能比我现在的好 那这就是这个GPI的一个formulation 那它可以千变万化成各种不同的这个case 比方说Q learning这个case的话 就是把这个Q进一步的进行展开 用这个Bellman optimality equation 因为Q等于reward加上一个max next state 所以你把这个Q展开就变成了Q learning 然后policy gradient的话 其实就是直接去take一个gradient take一个对于pi theta的一个导数 那前提是你得把piode 先用pi theta进行一个parameterization 然后你再take一个gradient 那前提是因为你这个数据采样的这个过程 你搜集数据的这个过程 都是用piode搜集的嘛 所以你的state都是从piode来的 但是你在这些数据上 你希望能更新你策略的这个梯度 从而能让它变得更好 所以这个policy gradient也是容易 比较容易理解 又或者是这种trust region的这个方法 那trust region的这个方法 无非是说 我还是要让我的surrogate 在piode的这个情况下变得更大 但是呢我需要保证我pi new和piode kodivergence要小于一个delta 这个其实也是gpi的一个变种 那或者是ppo ppo的话就更加容易理解了 我直接就是把这边一个qo的这个函数变成一个clip objective 然后这个clip objective 会根据你policy差的这个大小 去选取到底是clip还是不clip 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这个多智能 这个单智能体的策略优化的这个方法 你大致可以变成一个gpi的这么一个formulation 那这个gpi的这个formulation 毕竟还是和这几个算法不完全相同 我是不是可以设计出一个unified的这个framework 把这些不不一样的或者是看似长得很像的这些算法 都unified到一个framework里面 甚至呢能从这个framework里面推出一些特性 能够更好的解释 为什么这是四种算法是当前强化学习比较好用的四个算法 那在介绍mirror learning以前 我们可能首先要介绍三个新的一个mathematical的一个notation 第一个notation我们叫drift drift你可以理解成是我衡量两个策略之间的不同程度的这么一个量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种特殊的divergence 但是这个divergence要满足以下特性 第一个特性就是它必须是non-negative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个新策略 我和这个旧策略比的话 我必须要是大于这个旧策略的这个divergence 也就是说我自己和自己比一定要小于我自己和别人比 并且呢当你自己和自己比的时候 我还要保证它的这个gator derivative gator的这个derivative要等于0 那这个derivative也就是说我在这个πθ上的statisticalmanifold上 我如果对这个πθ进行一个导数的话它等于0 也就是说我这个drift这个像在我自己当前的那个切线的那个位置 它导数要等于0 那抽象这个可能过于抽象 你把它如果你对优化比较理解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drift这个像呢 看成是mirror descent里面的那个Bregman divergence 但是呢这个drift的像不需要Bregman divergence那么强的特性 它不需要是突的也不需要是处处可到的 它其实只需要满足这两个特性就行了 然后我还需要定义一个neighborhood 也就是说我在搜索下一个policy的时候 我至少有一个搜索的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我这个neighborhood的必须满足 比方说它是紧的 然后它是关于π的一个函数 并且它是有一个对于closeboard它是有个测度的 然后最后一个需要定义的就是一个sampling distribution 也就是当我的策略发生了改变了以后 那我策略产生新策略产生的这个state 也就是这个drift distribution 它这个因为新策略是和π和πode有关的嘛 所以我就定义这个drift distribution 是从这个ve里面进行采样 也就是说当我的策略变成一个新的策略和我πode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这样写 我是state 从这个新的drift distribution里面进行采样 然后我来evaluate我的这个πode 然后我还有个sampling distribution 因为对于很多off policy的算法来说 你的sampling distribution和你的现有的learning distribution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我用另外一个notation 然后其实这个drift distribution不能理解的话 你在trpo里面的话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假设 它是假设πnew 是把那个πode和新π以α和1-α的这个权重给它merge起来的 那你把它merge完以后 根据这个πnew采样出的新的state action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是这个drift distribution 行 有了那三项以后呢 我就可以正式介绍mirror learning了 那again我们想要做的一个事就是我们把这个宇宙里面各种不同的这个 呃策略优化的这个方法都统一到一个框架里面 然后呢我去研究这个统一的框架 我希望能再倒推出一些非常漂亮的特性 能解释这些算法 比如说PPO它为什么能收敛 PPO相对于trpo来说它更多的是一个工程上的一个hack 用了一个clip objective 但是它的收敛性至今也是没有被证明的 那我们也是希望通过mirror learning的这个提出 能够给这些看似不收敛的算法提供一些新的动静 那这个mirror learning呢 其实就非常简单 它讲的就是我这个πnew啊 我需要更新朝着这个vπode的一个方向去更新 但是呢这个vπode它需要经过一个mirror operator 然后呢这个state还是是从πode的这个sampling distribution里面进行采样 然后你新搜寻的这个π必须是从πode附近的一个neighborhood进行一个搜寻 那这个mirror operator具体又长什么样呢 它首先有一项是我们trpo里面看到的 就是我需要让我的这个surrogate尽量的大 也就是我πode的这个advantage function 我首先要保证它变大 然后呢它多的一项是有一个这个drift项 也就是说我需要衡量我新π和πode之间的这个distance 也就是多了一项这个drift项 并且这个drift项前面有个系数 这个系数呢是πode的这个sampling distribution 和πnew的这个sampling distribution 在state s下take某个action的一个笔值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系数 然后呢我就定义出了这么一个mirror operator 也就是这个mdπ d代表了drift 也就是πnew和πold的一个distance π代表当前的这个π 也就是说我如果能根据我这一个迭代的这个方法 进行去policy optimization的话 我这个πnew 会有一些特性 那会有一些什么特性呢 我能证明 如果你是根据我这个方法去进行迭代的话 我的πnew首先有单调低增性的保证 其次呢 我还能保证这个πnew一定会越变越好 就是我这个πnew即便带入了我的这个mirror operator 我一定是能大于等于πold的这个mirror operator 那这个两条lama就能直接推出一些非常强的定理 比方说我的单调低增性 只要符合mirror learning的框架的设计出来的强化学习算法 我都有单调低增性的保证 我都有optimal value收敛性的保证 我都有optimal return收敛性的保证 我都有optimal policy收敛性的保证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mirror learning的这个framework 尽管它定义的非常抽象 但是我能告诉你 只要我这个framework 你能写成我这个framework的某种特殊形式 我就能保证它有单调的低增性的保证 直函数收敛的保证 reward收敛保证 以及策略收敛保证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特性 那这个mirror learning 那就是我们清晰的发现 其实刚才看到的GPI啊 TRPO啊 PPO啊 你只要选择合适的drift向 sampling distribution向 和neighborhood向 也就是刚才我们额外引入的那三个不一样的那个向 你只要选对了这些向 它都能写出mirror learning的特殊形式 也就换句话说 其实刚才那个啊 这个宇宙图里我们看到的所有不同的策略优化的这个方法 其实都有非常好的弹道低增性保证 都有非常好的收敛性保证 那这个是个非常强的一个结果 这个也是今年发表在ICML2022的一个结果 因为对于像PPO这样的这个算法 甚至是TRPO这样的这个算法 它在实现的过程中呢 做了很多的假设 以及做了很多的这个逼径 尤其像PPO的话 它做了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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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逼径 包括TRPO里面也有 那就是第一次这个TRPO和PPO 能在这个mirror learning的框架下 被证明有很好的收敛特性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讲了半天这个mirror learning 这个和我们这个合作博弈的大一统理论 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那基于mirror learning 我们其实就能定义一套多智能体的mirror learning的这个operator 也就说白了 我们刚才定义的drift像 我们刚才定义的neighborhood像 我们刚才定义的sampling function像 如果我们能在多智能体里面也找到相同的这个定义 并且也能定义一套一样的方式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当前所有合作博弈的算法统统装进来 甚至我们还能开发出一些我们目前不知道的算法 对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本讲最最核心的这个这个工作 就是这个多智能体的大一统框架 合作博弈的大一统框架 我们认为叫多智能体静学习 叫multi agent mirror learning 因为我们想区区分于就是现在ma打头的很多算法 尽管他们没有非常好的这个收敛性保证 所以我们以hah去保证 因为这些算法都可以被用于求解异构智能体的合作问题 所以就简称hammel heterogeneous multi-agent 那其实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说我们就要重新定义那个drift像 重新定义neighborhood的像 以及重新定义sampling distribution像 那这个drift像呢 在单智能体里面我们说的是我们去衡量pi old和pi new之间 到底变化有多少 那因为在多智能体里面我们不得不考虑其他智能体的策略 所以我们在定义这个drift像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保证啊 他这个dependency 除了condition on 当前的state 还要condition on di到dm个agent 当前的policy pi pi bar 也就是这个多智能体的这个drift 这个function 相比于单智能体来说的话 就其实多了一个dependency 那它的具体的物理含义 就是对于di个智能体来说 它需要衡量 新的di个policy 和旧的di个policy之间的这个差距 given 剩下智能体的这个policy pi bar 因为你是个多智能体问题嘛 所以其实就是跟local advantage function 其实差不多 就是这里dependency又加了一下 那然后呢 你其实是需要定义 这个非复性啊 包括在这个pi i等于pi hat 这个点上的这个gator derivative等于0 这个和单智能体强化学习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呢 你其实可以定义 这个这个 不带state的这个drift function 就是说你把这个state function把它积分积掉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彻底回到了这个单智能体的那个情况 那有了这个多智能体的这个drift function以后呢 我们again就可以定义一个多智能体的啊 Mirror learning的一个啊 一个框架 只是说我这个Mirror learning的这个operator 你得定义成多智能体的Mirror learning的这个operator 那具体的话呢 啊 和单智能体的其实长得非常像 首先有一项 你必须保证这个local advantage那一项是大云的 那这一项也是在HATRPO里面原本不动出现的 然后不一样的是啊 你需要再加一个drift项 这个drift项呢 就是衡量我DI个agent 在给定别人policy不变的情况下 我更新到新的一个policy 和当前policy之间的这个差距 然后前面的有个系数 就是这个啊 sampling distribution 这个新的policy的sampling distribution和我啊 这个旧的policy的这个sampling distribution的这个差 这是个系数 那我定义了这么一个operator以后 我只要保证你follow我这个operator 进行第i个智能体的迭代 πk加1i等于这么一个迭代的话 那我就有刚才和单智能体强化学习一样的这个特性的这个保证 也就是单调递增性啊 直函数收敛性啊 reward收敛性也就是纳士均衡收敛性 因为我们这里说的是一个合作博弈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没有optimal value了 我们是个纳士均衡 但是合作博弈里面的这个纳士均衡呢 它可能是个local的纳士均衡 那不一定是帕雷托最优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但是again它是有非常良好的这个收敛性的这个保证 所以有了这一套framework以后 我们就回看刚才讲了半天的这个HATRPO和HAPEPO 包括MAT 其实无非就是你需要非常小心的设计这个drift term 非常小心的设计这个neighborhood 非常小心的设计这个sampling distribution 你就可以复刻出HATRPO和HAPPO 也就是说HATRPO和HAPPO 它其实是HA mirror learning的一个特例 也就是我们证明了半天的单调递增性 其实在mirror learning里面已经被揭示过 那可能这个东西不surprising 对吧 你可能就觉得我们只是把原来已经看似很复杂的数学 再套一层外壳变得更复杂 那推广出一个unified framework 我们不仅仅是想说把现有的算法都统一 我们更想说的是能不能从这个统一的框架出框架中 推导出一些新的动件 是之前不知道的 那这个就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框架里面呢 我们的确是可以推出两个新的instance 分别是它的A2C的版本和DDPG的版本 那A2C的这个版本呢 我们叫它HA A2C 也就是当这个mirror operator取这三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复刻出一个HA A2C的一个版本 对应于单智能体的actor critic 那当你这个off policy如果你用进去的话 就是有了一个HA DDPG的一个版本 那这两个算法呢 是之前我并没有介绍过的 是从Hammel的这个framework里面推出来的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是用了同一套framework 我们把各种不同的多智能体合作类强化学习的方法给统一起来了 那你可能会问 那我常见的一些其他的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算法 能不能被统一到Hammel的框架里 比方说MAPPO,MADDPG 或者是一些Qmix,VDN这一些 那这就有代于Futurework 我的guess是可能他们大概率不行 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单照低增性保证 或者甚至是收敛性的保证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黄线的话是我们HA A2C的结果 这边是一个,这边黄线的话是一个HA DDPG的结果 然后我们对标的Baseline是分别他们的MADDPG版本已经是MA A2C的版本 我们分别对标了share parameter和不share parameter 你能明显发现这个黄线的这个performance是比这个红线是要好非常多的 那最后的话呢 其实我想就是推广一下我们自己最近做的一些这个复线上的工作 其实今天也介绍了好几个酷啊 这是最后一个酷 就是这个酷的话 主要是做的一个MARL的一个算法复线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都知道单智能体强化学习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酷叫spinning up 对吧 里面有很好的这个documentation以及最简单的这个实现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在一个比较公认的这个平台上去做一样的事 并且能能保证这个平台本身有一定的可复线性 所以我们就找了RLib一个单智能体强化学习通用的一个分布式计算框架 但是我们发现其实RLib对于MA的这个extension是特别差 所以我们自己搭了一个MARLib叫morelib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进行访问 刚才讲的所有算法都在里面进行了实现 包括一些更经典的一些算法 像这个MADDPG MAPPO其实都在里面进行了一个实现 所以就是总结今天的这个talk吧 其实我们上来其实讲到了合作型博弈或者是训练多智能体强化学习的一个难点 就是说如何去计算这个NAS均衡 我们证明了这个NAS均衡其实是PPADHUD 也就是说它非常的困难 没有Polinomial time solution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要关注两种特殊的情况 去年我是讲了零和博弈 今年这一讲主要就是讲合作博弈的通用缺解框架 合作博弈其实方法也非常多 我们从直函数方法 策略极度方法都看到了他们各自的短板 包括IGM的condition 可能是有反例的 Policy gradient的方法有大variance的问题 我们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基于值函数 而优势函数分解引力的这么一个方案 它就催生出了HATRPO HAPPO和MACPO 这一类系列的算法 这类算法最大最大的核心的好处是它有单道激进性的保证 然后我们发现测试的环境可能并不足够的具有挑战性 我们提供了双灵桥手的测试的环境 并且也提供了一个基于Transformer的实现HATRPO的版本 就是MA Transformer 最后我们就想要用一套统一的框架 把之前所有的算法都unified起来 包括我们这边介绍的所有算法 Mirror Learning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framework 我们看到了Mirror Learning当你设置Drift 设置Neighborhood 设置Sampling Distribution 如果对的情况下它能复原很多现有的算法 并且能给这些算法很强的收敛性保证 然后在多智能体的环境下 我们提出了多智能体Mirror Learning的框架 并且还诱导出了两种新的算法 就是DDPG和A3C 最后我们介绍了MIRLib 把这些算法都有一个封装的实现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所有的这个talk 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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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